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剪一个女孩无意间发现自己已经死掉 投胎之前遇到一个好心的丧尸,帮助自己实现愿望 最后变成女鬼,和丧尸成为情侣的搞笑故事 传说呀,在泰国的海边有个小村子 当年发洪水的时候,五个男孩为了救村民应勇牺牲 村民为了纪念他们,请道士将五人做成的五大丧尸 日日夜夜保护小村子 丧尸们白天要当雕塑,晚上还跳舞,逗村民开心 这天女主珍珍差点掉入河里时,被一个同仁及时救下 临走时,珍珍还轻得丧尸一口,也就是这么一个吻,让其中一个丧尸复活了 不久之后,珍珍在晚上遇到一个匪徒,将他推到河里 珍珍本以为爬上来就没事了,可叫别人时,发现别人根本听不到 这才知道自己竟然已经死掉了 珍珍不敢相信事实,想去求救,却根本没人听到他讲话 而这个时候,那个最帅的丧尸却看到了珍珍 原来丧尸是可以看到女鬼的 而珍珍也意外发现,自己可以附身在丧尸身上 只是这走路有点不少控制呀 珍珍带着丧尸四处走动,想回家 徒步走了半年,才好不容易从泰国走到新加坡 刚到新加坡,就遇到了地狱使者 这祸在地狱上班,每天都要爬十八层地狱 她告诉珍珍,在七七四十九亭之内,她必须了却自己的心愿 不然就会送到十八层地狱 珍珍心思沉重的回到了家里 看到母亲正抱着自己的骨灰盒哭泣 她拼命敲门,可老妈并不知道这个男丧尸就是珍珍 珍珍好不容易留在了家里吃饭 可丧尸的动作僵硬,根本就没法夹菜 还不小心把珍珍的骨灰盒打碎 最后被老妈赶出了家门 没办法,珍珍只能去找姐姐大美 大美是一个专门给死人化妆的女孩 可能是因为大美天天跟死人打交道 所以也只要她才能听到珍珍的说话 珍珍告诉大美自己最大的心愿 就是参加城市小姐学美比赛 求求她帮助自己实现愿望 这边泰国道士知道丧尸跑了 带着小布偶也来到新加坡 这祸只要操控布偶就能控制丧尸 珍珍也被她一把桃木剑打了出来 眼看着珍珍就要被道士给打死 丧尸哥不顾自己的身体 一把抱住珍珍 带着她赶紧逃命 最后老道士因为穿着怪异 被警察关进了监狱 丧尸哥每一次和珍珍拥抱 就会恢复一点点意识 这可能就是女鬼和丧尸的爱情火花 很快 珍珍就带着丧尸哥去参加选美去了 丧尸哥凭借着不要命的尬舞表演 很快便通过海选 当然如果想进入复赛 丧尸哥还联系自己的肢体动作 复赛的舞台上 丧尸哥独穿了一种丧尸舞 那看起来就像被电抽的一样 而且衣服上还涂满番茄酱 全国都掀起了丧尸舞热潮 通过复赛之后 珍珍想回家告诉妈妈 却被老妈再次打了出来 这边泰国道士每天给狱警念经 终于催眠了两个狱警 从监狱逃了出来 就在决赛当天 老道士再次堵在了门口 刚要来拿住珍珍 却被车子给撞死了 没见过这么怂的重要师 但是道士死了之后 他的灵魂也能控制丧尸哥 还搭着丧尸哥杀掉珍珍 就在珍珍即将灰飞烟灭之时 丧尸哥突然有了自己的意识 和附身的老道士自我挣扎 最后丧尸哥为了不伤害珍珍 选择了自杀 老道士就这样被自己给作死了 趁着丧尸哥死之前 精通尸体化妆的大美 再次为丧尸哥化妆 原来丧尸哥根本就不会死 把尸体补好 又是一个帅气的小丧尸 完了之后 丧尸哥答应珍珍 一定会凭着自己的本事赢得比赛的 而此时的丧尸哥 已经完全成为了人类 再次跳起了丧尸版踢踏舞 老妈在舞步中 终于看出了丧尸哥 就是珍珍 这个舞蹈 只要她和珍珍才会 看得也是泪流满面 故事最后 珍珍带着丧尸哥 终于赢得了选美比赛 在七七四十九天之内 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随着珍珍即将去往天堂投胎 丧尸哥也选择了 结束自己行事走要的生命 和珍珍一起去往了天堂 开始新的人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呀 连女鬼和丧尸 都在为梦想奉斗了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做咸鱼呢 所以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遇到个帅气的丧尸 就实现了呢 每天不晓得 欢迎来就关注西瓜看电影 本次作品来源 喜剧电影 女鬼爱丧尸